我覺得我很喜歡大俊就是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他很ㄎㄧㄤ 但是我會覺得他 因為他很單純去追求一個東西 因為我飾演的是一個聽障的朋友 我自己的功課比較需要去抓 他們是怎麼樣去看 怎麼樣去聽 怎麼樣去感受這個世界 我聽到了 我祝你已經好了 按摩師其實在讀本的時候就有先 就是有請老師做按摩的練習 對 其實我覺得按摩師真的很不簡單 因為第一次你不知道怎麼用 用對力氣 那我覺得大家對Lulu的印象 就是在主持方面有很多很厲害的表現 所以也會很期待他當演員會是什麼樣 原本以為他會在現場可能會害羞 會緊張或什麼的 但其實到現場我覺得他超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跟他演起來也會覺得很新鮮 然後我覺得很棒 有很棒的默契 下午拍那個泳池的時候 天空太作美了 太漂亮 那個波光零零 然後夕陽這樣子有點微溪一下 然後我想說天啊 再加上徐徐的陣風吹來 完全是適合另愛的天氣 天啊 不好意思喔 你口罩拿上我都已經去壞了 他離職了沒做了 天啊你要換人嗎 然後本身這個角色就有點苦 就除了他是比較 算是單親媽媽 然後也是為了錢要煩惱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角色本身在 社會上就會蠻辛苦的 我覺得我很喜歡大軍就是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他很鏘 但是我會覺得他 因為他很單純去追求一個東西 因為我飾演的是一個聽障的朋友 我自己的功課比較需要去抓 他們是怎麼樣去看怎麼樣去聽 怎麼樣去感受這個世界 對 我聽到了 我注意力氣好了 按摩師其實在讀本的時候就有先 就是有請老師做按摩的練習 對 其實我覺得按摩師真的很不簡單 因為第一次你不知道怎麼用 用對力氣 我那時候好像當天按完 我痛了至少四五天吧 我的前手臂跟著 全部都是痛的 就是那已經不是痠痛 但是整個痛 你舉個手要去拿個東西 你就覺得痛痛痛痛痛 所以其實我覺得按摩師這職業 真的是蠻困難的 其實還蠻需要技術跟技巧的 你愛哪兒 就佩銘這樣子 比較多情的男生 讓他是髮型設計師 這樣子的設計我覺得是很巧妙的 其實他是很需要愛 但是他可能覺得他要給出很多愛 他才有辦法得到 你的外套呢 外面有年冷的 所以你就借他了 你怎麼樣 你是外套出借中心啊 寶玲的身分是一個YouTuber 其實也跟我滿像的 因為我也確實有在經營頻道 那他內心的渴望 其實跟佩銘就是薄紅這個角色一樣 他們都是很渴望被大家喜歡的 後來又想被佩銘喜歡 所以要被一個人喜歡 還是要被這麼多人喜歡呢 這個之間的掙扎 最難詮釋的就是 要讓觀眾怎麼樣同理這個男生 跟這麼多女生都有 就是有感情的 又有關係 也不會說不喜歡他 然後反而可以理解他 為什麼會在愛情當中 是這樣的狀態 這每一個女生對佩銘來說 都會有不一樣的意義 但是到最後寶玲這個角色 對佩銘應該算是靈魂伴侶吧 那我覺得大家對LULU的印象 就是在主持方面 有很多很厲害的表現 所以也會很期待 他當演員會是什麼樣 原本以為他會 在現場可能會害羞 會緊張或什麼的 但其實到現場 我覺得他超厲害的 所以我覺得跟他演起來 也會覺得很新鮮 然後我覺得很棒 有很棒的默契 下午拍那個泳池的時候 天空太作美了 太漂亮 那個波光玲玲 然後夕陽這樣子有點微溪一下 然後我想說天啊 再加上徐徐的陣風吹來 完全是適合戀愛的天氣